我們就講到基督徒的賞賜, 我們之前講過就是說, 我們所做的將來會被火試驗, 有些是金銀寶石,有些是土木街, 然後將來我們復活的身體, 就是講到我們的賞賜, 工程是金銀寶石業會, 按照每個人的工程都得到賞賜, 然後臨前十五章那裏就講到, 死人報是怎樣的, 我們由臨前十五章三節開始那裏就證明, 講到日有日的榮光月和星的榮光, 講到將來基督徒是有不同的榮光的, 由出埃及第三章十八節那段, 就告訴我們神的榮耀是帶有恩慈的, 帶有神的恩慈, 在出埃及第三章十八節, 在十九節那裏有句話, 我要顯我一切的恩慈, 我所有的恩慈在祂面前經過, 那就是說呢, 其實在神的榮耀, 後面也講到神的榮耀, 在第二十二節那裏講到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 那所以呢, 是講到神的榮耀是充滿神一切的恩慈的, 所以越是有大榮耀的人呢, 就越是有神的恩慈跟祂一起, 那在這個經文呢, 其實有一部分我沒有解釋的, 那就是講到什麼呢? 在你面前經過, 然後宣告我的名, 那這個很特別的, 就是神宣告祂自己的名, 那這件事就是, 我們會想為什麼神要宣告自己的名呢? 那我覺得, 不如我現在問一問大家, 就是, 你覺得, 宣告神的名是為什麼呢? 為什麼神要在這裏宣告祂的名呢? 有沒有人想到為什麼呢? OK, 沒想到我就回應一下, 那就是, 你說吧, 你說吧, 是的, 是不是因為, 就是他告訴他, 在你面前經過的祭, 贏和話呢? 就是免得呢, 就是經過了那些恩慈, 魔勢都不太確定, 這個是不是贏和話呢? 這個是一個可能呢, 在面前經過, 但是因為根本是, 魔勢求見神的榮耀的嘛, 所以, 就是, 就是, 應該就, 不是說, 就是他不知道他是耶穎, 反正應該可能是, 應該是, 就是讓他知道, 這個是耶穎, 正中, 就是, 啊, 那我覺得呢, 就是神的榮耀, 神的恩慈, 是, 神極美好的, 神的命也是極美好的, 就是, 有時候我們呢, 對於神的命呢, 就是, 是有很強烈的, 的看法, 但是, 神實在是, 好美好, 美好到呢, 他自己都要宣告, 就是, 就是, 他會, 他的恩慈顯露出來, 也都同時呢, 將他的名字顯露出來, 就是, 神, 那種美善, 他那種原理呢, 是非常之, 值得, 羨慕的, 而神自己呢, 他都, 真的覺得, 他自己的, 名字是非常寶貴的, 所以他呢, 在那, 他的榮耀經過的時候, 他也都會宣告他, 這個, 其實呢, 經文我們是沒有一個, 絕對的答案, 因為為什麼呢, 是, 單單從這個經文, 我們看不到的答案, 所以呢, 這個只是一個, 很大可能的解釋, 好了, 那跟著呢, 我們都有提到, 但要說十二章三節, 是支持這個經文, 因為呢, 講到, 智慧人會發光如天上的光, 那使多人歸異的, 必發光如星, 直到永遠遠, 就是說呢, 智慧人呢, 就會發光, 而同天上的光, 而使多人歸異的, 很明顯就講到, 就是有些人呢, 令到多些人歸異, 有些人就少些人歸異, 而那些, 令到很多人歸異的那些人呢, 他們就會發光, 好像星, 就是他們, 它這個不是對比, 寶羅所說的, 星, 就是很小, 那樣, 就是它, 因為它不是比較, 它只是講到好像, 星那樣, 發光, 而一直到永遠的, 所以這裡又告訴我們, 是一直到永遠的, OK, 我們這次呢, 就開始看啟示錄, 十四章十三節, 都請怎麼會讀, 喂, 可以開始讀,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 你要寫下, 從今以後, 在主裏念而死的人有福了, 聖靈說, 是的, 他們識了自己的勞苦, 做功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OK, 好, 那我就, 問問大家, 從今以後, 在主裏面死的人有福了, 是什麼意思呢? 從今以後這個, 那一刻是什麼時刻呢? 那然後呢, 就他們怎樣, 有福呢? 啟示錄呢, 十四章, 十三節呢, 十四節呢, 觀看見有一片白雲, 雲上座著一位好象人子, 頭上戴著金棺面, 手裡拿著塊鐮刀, 有一位天使呢, 就向那座在雲上的大聲陷入雪, 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 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 地上的莊戒已經熟了, 那這裏講到呢, 就是人子坐在雲上, 手裡拿著塊鐮刀, 那是到收割的時候了, 其實啟示錄呢, 是重複講, 耶穌回來的, 那這裏呢, 就講到, 耶穌坐在雲上, 那就用塊鐮刀來審判, 那後面那裏就講到, 他將這個塊鐮刀, 丟在地上第十九節那裏, 那就有血, 從這個酒渣流出來, 高到馬雅的雀環, 遠有六百里, 那所以這裏是講到呢, 就是, 耶穌來審判了, 那如果根據馬太二十四章, 人子的少頭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俗都要哀哭, 那同這裏, 就是在耶穌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裏講呢, 耶穌回來就是一次的, 他就是, 出現的時候呢, 他就會審判萬民, 那所以這裏呢, 在這個啟示六十四章那裏所講的呢, 是講到, 人子, 將那個塊鐮刀, 鋰在地上, 就是說他, 耶穌降臨的時候呢, 耶穌坐在雲上的時候, 降臨的時候呢, 他呢, 就審判那些萬民了, 那些萬民就很害怕, 因為馬太福音二十四章, 沒有講到, 好像有超過一次那些人, 知道世界末日了, 只是講到一次, 他們見到人子降臨, 這一次的, 所以, 在啟示六十四章那裏所講的呢, 是, 很明顯是講到世界末日, 那所以這個, 世界末日的時候呢, 就是, 那些, 他們識了自己的老虎了, 在主裡面死的人有福了, 這個主裡面死的人是指, 當時死的人, 因為一路以來死的人, 大家可以, 你明白嗎? 我覺得是, 一直以來在主裡面死的人, 是啊, 那就是說, 那些人呢, 一直以來死的人呢, 他們現在開始會, 承受什麼呢? 他們會承受什麼呢? 福, 是啊, 他們有福了, 那還有呢, 就是他們有福氣, 那還有, 那跟著又, 跟著又, 跟著又, 跟著又怎樣呢? 有什麼跟著他們呢? 果俠, 是啊, 作弓的果俠, 那, 那一說到耶穌回來, 就說到基督徒有福, 和作弓的果俠, 隨著他們, 在這裡, 我們看到神, 對於我們作弓有幾體重? 應該是, 作弓是好看錯的, 嗯哼, 嗯, 嗯, 因為呢, 神可以說很多東西, 當我們去回來的時候, 是, 神選擇, 就是講一樣, 他們一有福, 和呢, 就是他們作弓的果俠, 一講到耶穌回來, 就是講到, 作弓的果俠, 那, 而, 有不同的經文, 講到耶穌回來, 都是講到, 按照他們的行為, 或善, 或惡, 受報, 都是講到, 啊, 他們根據他的行為, 而受的報應, 那, 譬如, 馬太二十四章, 講到耶穌回來, 跟著又講到, 惡復, 善復的比喻, 就是那些, 惡復呢, 就沒有預備好, 跟著那個主人回來, 他們就, 主人就懲罰他了, 那, 然後呢, 馬太二十五章, 講到末日的三個比喻, 三個比喻呢, 第一個就是, 十童女, 五個聰明的, 五個愚絕的, 那, 然後跟著呢, 就是, 按裁幹, 受審判, 就是呢, 五千,二千, 一千兩銀子, 那, 然後那些, 善復呢, 中心有良善的復人呢, 就得到, 賞賜, 那些惡復呢, 就是, 要進入, 這個, 在外面, 黑暗裡面, 哀哭徹辭, 那, 所以, 跟著呢, 就是那些, 賢陽山羊的比喻, 賢陽呢, 他們造在主帝兄身上呢, 就, 都是得到賞賜, 那, 然後呢, 就是那些, 沒有聽話的那些山羊呢, 就是, 進入, 那位魔鬼, 和他使者, 所預備的榮火裡去, 那, 所以, 給我們看得到呢, 講到耶穌回來, 一講呢, 就講到作風的那一刻, 就是, 我們, 侍奉的那一刻, 我們為耶穌做了多少事, 那, 所以, 由這裏, 我們可以有個結論呢, 就是, 神是很體重我們, 為耶穌做了什麼的, 就是, 我們一生, 我們, 有些什麼地方, 榮為神的地方, 是, 耶穌一回來呢, 就是處理這件事, 那也都是跟著, 作功的那一刻, 除了他們, 就一直到永遠呢, 神是, 紀念和獎智, 所以, 是, 是一個非常之, 鼓勵性的經文, 我們為耶穌所做的, 作功的功效, 除了我們, 我放了一幅圖畫上去, 就是, 有個, 好像新娘, 有個新娘, 就有很長的, 那個婚紗, 那, 然後呢, 就是跟著, 我們可以想像呢,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圖畫, 就是, 將來我們, 在神前的時候呢, 我們一直呢, 我不知道這個形容是怎樣的, 我想像一個picture, 就是, 就是, 好像, 一個人呢, 他, 在世上是, 是中心的, 他就是, 太陽, 月亮, 星星, 在他的後面, 跟著他, 一直圍著他, 這個, 這是一個形容的, 就是, 到底實際上是怎樣的樣子, 他的, 他的圖, 那種, 亮光是很強的, 還是, 好像, 有些, 星星圍著他, 是非常之美麗的, 就是我們, 不知道是怎樣的, 總之呢, 就是非常之榮尚, 很美麗的, 因為, 神是, 他所有的東西都是很美麗的, 那, 當我們聽到這件事的時候, 我們對於我們所做的事, 就是我們每一日事奉, 譬如有幫人, 我想問問大家, 我們每一次幫人的時候, 是不是都會提醒自己, 我可以開心快樂呢? 我們有沒有這種, 習慣, 為什麼這麼, 都會有很多人沒有這種習慣呢? 牧師呢? 是, 現在我聽到, 聽到聽到嗎? 聽到嗎? 聽到嗎? 好, 我聽到你說, 你說吧。 OK, 牧師你意思說, 是, 當每一次我們去願意幫助人的時候, 自己的心會不會有喜樂, 這樣嗎? 就是說, 我們會不會因為, 我們做的事是有永存的那一刻, 是一路呢, 作弓的果效跟著我們, 就好像是日, 太陽, 月亮, 星星的, 榮光跟著我們, 我們是不是應該, 充滿其樂, 但是為什麼, 有很多基督徒是沒有這個? 我覺得, 有時候都是說, 一些的, 就是如, 可能那個, 送心呢, 有時候是, 不得堅定, 都會遇到, 即是會質疑, 是啊, 可能真是, 身邊前後, 就是神是前後左右, 四周圍繞你, 是保護你, 愛你, 你完全感受到神的愛, 只可惜有時候, 是, 遇到一些經歷, 剛剛去到, 站在那個軟弱位, 的時候呢, 就會, 感覺自己好像, 暗雅無光, 是啊, OK, 就是說, 被那些困難難了, 以前我們, 沒有想到這些經文所講的, 這個是原因之一, 現在我們是講, 為什麼, 應該我們基督徒, 看聖經都看過的嘛, 作供的果效, 除了他們, 我們就好像日月星, 好像日月星的榮光, 或者, 就算不記得, 有些人, 因為釋經未必, 他將, 臨前十五章, 或者日月星, 他應該不是我們將來講的, 但是, 起碼呢, 很多基督徒都記得, 金銀寶冊從來, 我想這個經文, 是很普通的, 很多人都聽過的, 那應該就很歡喜了, 我們也很熟悉, 你覺得, OK, OK, 那我們應該是很感恩, 很開心的嘛, 那先, 怎麼會講到一個原因呢, 其實我聽你的聲音, 我已經知道是誰的, 不過, 我在網上, 我不想講他的名字出來, 那我聽到呢, 就說呢, 有時因為有些困難, 大家還有沒有想到什麼, 什麼原因, 為什麼基督徒時同的時候, 往往很多時候, 是壓力多過喜樂, 可能做些事想別人認同呢, 是的, 這個就不是我的, 我見到我一些的弟兄姊妹, 是有這個, 很想別人認同的那個的心, 是, 那這樣東西呢, 其實就是, 自我安全感的問題, 就是他, 他自己覺得自己, 很大的安全感, 他就很想, 很想呢, 做些事情之後呢, 被人認同, 但是呢, 又得不到認同, 於是他就很失望了, 就不開心了, OK, 是, 大家還有沒有用到其他原因呢, 為什麼事物呢?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個, 我想到, 因為呢, 他做過的事情呢, 在上面吩咐下來, 譬如, 他的牧師, 一直想, 就是我的經歷, 我不是說別人, 就一直想, 教會增長的, 這個就是一個目標, 跟著經常呢, 叫一些人, 帶人來信主, 跟著這個就好像變成自己的一個壓力, 就是要交數, 就被律法去推動了自己, 要去做這件事, 但是自己又沒有這個力去做, 是的, 就是那個推動力, 就因為那個律法, 是的, 跟著我覺得好像被人壓住了, 但是如果, 那要牧師就幫我去想, 就要從恩典和應許去想這件事, 那個動力就完全很不一樣了, 你是出於甘心樂意去做的, 這樣吧, OK, 好,非常好, 好了, 那我們說了一些原因, 那我現在又, 另外, 另外, 有一個原因, 就是很多人, 他想要Performance, 就是他很想他的侍奉, 火候強一些, 譬如說, 多一些人, 譬如在教會來講, 希望那些奉勸多一些, 這樣之類, 但是反而呢, 這個壓力呢, 令到他是, 失去了喜樂, 好了, 那我現在去講了, 我們怎樣可以, 有更大的喜樂呢, 在我們侍奉的時候, 更大的滿足和喜樂, 更大的滿足和喜樂, 這是什麼問題來的? 葉牧師, 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這是應用問題, 應用問題, 我試一下分享, 我嘗試是這樣的, 就是, 首先呢, 當我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看到呢, 到目前, 我就是看到, 當我去, 這個甘心樂意那個位, 其實那個甘心樂意的位, 是一個什麼位呢? 就是, 我去審查自己, 的動機第一, 我做一件事, 是在榮耀自己, 譬如之前說的應同等等, 但是呢, 如果我可以回到一個位, 就是知道, 我所做的事, 是因為呢, 神自己, 因為他的恩典實在是大, 在我自己身上, 所以, 我們經歷到神自己, 這個真實的時候, 就發覺, 他的愛, 是確確實實被一切重要, 和大的時候, 去服侍神, 越去做的時候, 那個果效呢, 就是心靈裡面那份安穩, 平安, 神的同在, 越來越多, 就會推動我, 越來越願意, 每一次神給的作用, 我都很樂意去做的, 還有呢, 與此同時呢, 我就發現一件事, 因為呢, 我過去, 都常常會, 接觸到一些, 釋放裡面的, 侍奉啦, 我看到呢, 由最初自己, 驚驚青青, 到神呢, 給我一路, 忍耐我, 一路給我, 再去這樣服侍的時候呢, 我就經歷到什麼呢? 其實這個不是說一兩年的事, 是說幾十年, 就是我在這個崗位, 服侍了二十幾年, 在途中我就發現到呢, 到目前, 那個推動力就去到, 已經不在驚青, 因為呢, 越服侍神神自己的愛呢, 在裡面, 越大的時候, 由最初呢, 經常怕襲擊呀, 經常怕這樣, 經常怕那樣, 那樣, 原來是自己裡面, 那個老我, 自己本身, 那個性情裡面, 那個害怕的會走得很強, 到目前我就有一個安穩, 就是, 原來可以不理他哦, 原來那些滋擾呢, 是可以不理, 這個就是服侍神, 越服侍的時候, 神在服侍他的過程當中, 給到我的安慰, 肯定, 還有呢, 看到, 看到, 看到他自己的同在, 當我們看到, 服侍神的同在, 神自己越來越大, 在自己的生命裡面的時候呢, 這個推動力可以很大的, 原來, 我今天就是有一種這樣的狀況, 覺得, 有神, 有什麼好害怕呀? 有神, 喂, 原來是最幸福的, 所以在一個這樣的位置裡面呢, 好自自然然呢, 就很多東西, 不是很計較咯, 這個我分享咯, OK, 就是說呢, 放低那些, 那些, OK, 那我想問大家的是, 我們怎樣, 既然呢, 聖經講得這麼強調, 作供的果效除了我們, 我們的榮光是好像日月升的, 也是金銀老石的, 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上次的, 我們可以怎樣, 喜樂地自然嗎? 這個是沒有的問題, 我一點點回應, 就是呢, 我覺得是, 有時候呢, 就是我們, 未拜對個位, 神給每個人不同的恩賜, 有些人有服侍的心, 但他沒有去審查, 上帝給他恩賜, 還有那個才能在哪裡, 所以他就去做, 看到別人做這些, 他就去做, 但可能那個不是他的位來的, 所以我覺得, 如果譬如我, 換在我身上, 我就會覺得, 我要去找上帝給我的呼照, 跟著站在對的位, 我在這個位上面, 上帝就想我在這個位, 上帝要給我發揮才能的一個地方, 那我就會好喜樂, 這個地方是你發揮才能的地方, 所以好喜樂, OK? 好, 還有沒有人想說, 根據我們今天所看過的經文, 或者歸上次的經文, 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幫自己, 侍奉的時候, 是一直很開心的? 有啊, 有啊, 我其實這兩年, 都有很多這種狀況, 就是我去看那個服侍的時候, 為什麼我會開心呢? 就是, 原來我可以跟身邊的人, 一起互相去鼓勵, 就是, 縱使身邊的人, 領袖, 或者去做的事情, 我不是很厲害的, 我不是很懂, 但是呢, 在裡面跟他建立到那個關係, 友誼, 那裡面就是一份愛, 所以是另一個的感覺, 還有另一個角度去裡面, 去一起相處, 還有呢, 學到一個Cover位, 我們這邊教會很喜歡說Cover的, Cover就是, 我看到對方軟弱的時候, 我在那裡撐他, 而不是踩他, 知道他在那個位置裡面, 他有擔心的時候, 就會鼓勵他, 那這個在神裡面彼此相愛的, 神自己的教導的界命, 在這些實踐裡面, 當自己越來越學習到, 怎樣去carry 人的時候, 自己裡面有一份喜樂, 是重慎你, 好奇妙的, 好奇妙的, 在這個位置, OK, 是, 在這個侍奉過程中喜樂, 我想問的是, 根據經文, 我們怎樣幫自己喜樂, 根據我們看過經文, 大家看一下那些經文, 然後我們怎樣可以激勵自己, 幫自己喜樂? 在十三節那裡, 那裡講的是聖靈說事, 他們認識了自己的奴婦, 作供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我覺得這件事已經是一個很喜樂, 因為聖靈與我同在, 與我同行, 與我同工, 我已經覺得這個很大的福氣, 還有非常之, 讓我看得到, 這裏已經是一個應許, 有福氣, 這是一個應許, 還有與神同工, 與聖靈同工, 作供的果效也隨著他們, 這是一個肯定, 隨著我們可以有什麼開心? 我們就想大家用經文去發掘我們開心的原因, 因為有神與我們一起所以開心, 我們那個經文裡面是說, 作供的果效隨著我們, 神與我們一起是開心的, 是, 所做的, 做出來所有的結果, 做出來所有的結果, 都會隨著我們, 過去我們做了所有好的, 或者一些是辛苦的, 你勞苦過的, 你經歷過的, 你經歷過的, 你所走出來的行為, 你的作供呢, 都會隨著你, 跟著你, 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啊,是啊, 就是這個經文所講的, 就是說, 我們可以每一次事項的時候, 告訴自己聽, 我們不是驕傲, 我們都之前有講過的, 就是說我們驕傲所行的意, 都不是完美的, 我們一樣有不耐煩, 有缺乏信心, 但是我們求主射滅我們, 也都有一個謙卑的心, 不是榮譽自己的心, 我謙卑的心, 我真是真心去幫人的時候, 我們可以告訴自己聽, 神現在很歡喜, 還有神會記錄, 現在記錄在, 我曾經講過關子妹, 在天上有一個賞賜紀錄策, 聖經沒有講這個字眼, 不過聖經有講到記錄的, 我們所做的, 即是說一定會記錄, 所以才會作弓果效除弱我們, 即是說我們所做的一切, 是神紀念, 記得, 一直到永遠, 並且是果效, 果效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的就是臨前十五章, 那裡講到榮光, 那這個果效, 就是這個神的榮光, 神的恩慈, 一路跟著我們到永遠, 那時候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到天上的時候, 神的榮光, 和恩慈, 一路跟著我們, 還有呢, 使多仁歸耳的, 必發光而升, 直到永遠, 就是一路呢, 是有很大的分別, 我不是叫自己驕傲, 而是說, 我們做每一件事, 我們都開開心心, 真是好了, 我們有機會祝福人, 真是好了, 我們有機會去擴展祝福人的靈域, 這樣的心態是很不同的, 譬如我現在做這個, 網上這個查經, 那就是因為有一個姊妹, 很有心學習, 我就在洗會的時候跟她說, 因為我就是, 因為我一洗完會, 我就有很多事情做, 那我就善用這個時間, 跟著呢, 就擴展了你們這群的靈域姐妹, 另外在網上, 也有不同的人在聽著, 那我就說, 多謝天父, 我不是驕傲, 多謝天父, 神又給我們機會祝福人了, 他們被建立, 他們作供的果效又跟著他們, 我們作供的果效又跟著我們, 那我們就可以每天都開開心心, 那些所有其他事情, 都不能夠將這些工作的果效拿走的, 世上的人, 那些負面的說話, 人的攻擊, 批評, 全部都不能夠拿走這些作供的果效, 是我們聽神話呢, 是永遠存留的, 所以我們就開心了, 這個, 我先所說是根據經文, 祝神這個英雄, 大家有沒有回答, 還有好像發光絕像, 星, 月月, 還有日, 又是功能。 有異牧師, 其實我看到這段經文, 加上你剛剛這樣去分析的時候, 我就會有一種感動, 其實是的, 我們雖然還會在地上, 在肉身裏面服侍神, 但是因為我們聽話, 我們走神的路, 就好像這裡說, 當我們跟神越來越近的時候, 我們裡面的光, 我們住在我們裡面的光, 聖靈, 跟神的光, 又再近一點, 因為神的光其實很大, 我們知道, 就好像摩西, 神都說, 他不可以見他, 見他會死, 所以, 神因著人可以面對神的光, 去給我們, 我相信當我們越來越根深, 我們的生命, 越來越走向神自己的服事裡面, 神自己的呼召裡面, 和聖情越來越似神的裡面, 我們作供的果效, 亦都是有那種光的彰顯, 而這個彰顯裡面, 是令到我們更多神的愛在我們的內心, 更多神自己的同在, 令到我們裡面真正產生那種喜樂, 那種常常會在裡面有一種很愉快的感覺, 不知道我這樣分享, 是不是你在問那個問題呢? 是的, 你令到我們去想這件事? 是的, 我是想大家, 時時都記實神的應他, 時時都記實, 所以我們可以用那些聖經的經文來鼓勵詞, 這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活得, 時時都記實, 今天有足夠人的機會, 今天有幫助人的機會, 今天有幫助人的機會, 真的好, 我有機會幫助人的機會, 真的好, 我有機會幫助人的機會, 傳呼音, 帶領他信仰, 真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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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樣,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回應, 或者是有問題,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都歡喜快樂地去服侍了, 就是開開心心地服侍, OK, 好, 那我們到這裏, 就為止,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WhatsApp那裏詢問的, 這裏就應用了, 每天都說, 我可以很開心啊, 因為我今天有為耶穌所做的, 耶穌是很歡喜, 並且是永遠紀念的, 多謝天父, 神永遠紀念我所做的, 我可以開開心心, 還有我們親近神, 也開心啊, 因為神就親近我們, 神就歡喜了, 我們做神所吩咐的事, 神就歡喜了, 我們愛神, 神榮, 我們預備晚精未曾, 人體見耳朵未曾, 人體見人生未曾想到, 所以基督徒是絕對是可以充滿喜樂做人的, 第一,有聖經應許, 接著我們親近神的時候, 神的喜樂平安會臨到我們身上, 當我們有聖經, 和有聖經的應許, 和聖靈的同在, 也都呢, 當我們幫人的時候, 是的而且確是會有開心的, 好像我現在幫你們, 我看到你們的反應, 我是開心的, 那我也都是加憎你們的開心, 我不是給壓力你們的, 有時候有些人侍奉, 就會給壓力人的, 你下次記得出席了, 你記得做功課, 你有沒有做功課, 這些可以的, 不過我們同時都應該鼓勵人, 是你所做的, 神歡喜的, 以恩典推動, 人們就很樂意去跟同, 我們需要有律法提醒, 不過律法提醒, 是應該誘惑的, 就是永遠都不會說, 喂,你沒有做功課的, 而是呢, 你做了, 神就歡喜了, 你又成長, 這樣的方法呢, 總是大有應許的, 耶穌是講的說話, 很多時候叫我們做什麼, 祂是大有應許的, 那我們同樣對人講話, 都可以大有應許, 你這樣做了, 神又歡喜, 我也歡喜, 我們的關係又增加強了, 你的生命又提升了, 我真是很樂意, OK, 我們一起來到, 香港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自給我們的機會, 去服侍你, 去榮耀你, 我們在世上, 即使我們, 我們的體平和生活, 充滿平安喜樂, 已經是一個師父, 因為人們看到我們的平安喜樂, 他們就會將榮耀歸給神, 我們講的說話, 關心人, 對人有何天卑, 有體恤人的心, 有憐憫人的心, 也都是神所起業的, 也都是神所紀念的, 我們所有做的一切, 會隨著我們作供的果效, 這個作供的後果, 是會一直跟著我們, 我們也都可以, 好像日月星那樣, 有神的榮光, 永遠隨著我們, 這個是很大的禮物, 雖然我們不配, 我們口行為, 都是有罪污的, 但是呢, 我們求主赦免我們所有好行為上的罪, 求你越南, 我們的奉獻, 我們的侍奉, 讓我們所做的一切, 都是神你所喜悅的, 幫助我們, 活得開開心心, 喜樂就是一個好的果子了, 當我們以神為樂, 神都大大提升我們, 叫我們成家地的高處,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主要我們今天會開心, 天天都開心, 從今天開始, 不要再被煩惱影響, 不要再被煩惱劈斷, 不要再想著不好的東西, 立刻處理, 叫我們輕省做人, 開心點, 多謝天父, 來到鳳爺素明, 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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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有沒有開心點, 大家有沒有開心點, 開心點, 是的, 有沒有覺得真的可以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呢, 是不是, 就是基督徒是有很多原因開心, 而事實上, 也有很多基督徒, 或者甚至教會, 是這麼開心的, 就是他們很多壓力, 甚至有些吵架的, 就是開會, 不同意見就吵架, 不同意見, 就找一個處理的方法, 就不用吵架, 但是真的很多人, 是很容易吵架, 我們就幫助我們, 將這個喜樂帶出去, 好嗎? 好, 尤其你們有機會帶小組的, 你都可以將這些教徒帶出去, 我又講講, 你盡量都在那個查經時間, 盡量, 由開始我就多問你們, 我上兩次, 我發覺, 一開始解了經, 就變成好像你們少了, 去試一下機會, 那我就會現在開始, 一讀了經文, 我就開始問問題了, 然後我才最後, 做一個結論, OK, 好, 祝福大家, 小明星, 一開始他, 兩隻五次數據說, 五次數據說, 五次數據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